11月13号,美国国务院公布了12月移民排期公告 其中,A类亲属移民各项优先排期多有前进 职业移民方面,第一优先依旧有名额 其他各项均有推进 而亲属移民排期和职业移民排期的B类仍然处于大停滞状态 从表格中我们可以看出 绿卡最后批准排期A类的亲属移民中 港澳台及大陆出生申请人排期小幅前进 其中,F2A永久居民的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前进最多 为一个月零七天 前进最少的是F2B永久居民的成年未婚子女 只前进七天 而职业移民中,港澳台申请人所有类别都维持有名额状态 大陆出生申请人第一优先EB1 与第四优先EB4也维持有名额状态 而非技术劳工EB3前进三个月 前进最少的为投资移民EB5前进15天 而2017年12月地建排期中也就是B类 港澳台及大陆出生申请人的亲属移民及职业移民 所有类别都没有变化 保持原地踏步状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